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自从川普当选就任美国总统以来 对他的批评就一直没有断过 除了民主党 还有鼓吹政治正确的人士 有在川普竞选的时候就睹视说川普不会当选 但最后咽不下这口气的人士 也有认为传统道德观应该为同性恋堕胎 等等这些现代观念让路的人士 还有从中共那得到好处的一些人等等等等 那这方方面面的批评 让川普很可能成了有史以来压力最大的美国总统之一 可是川普面对这一切毫无拘色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美国总统川普 他为什么无惧四人组的辛辣批评 与民主党弹劾的这个声音 而且有信心连任要继续书写传奇 大家知道近期民主党掌控的这个众议院 不断传出要弹劾川普的声音 并且还广而告知希望可以鼓励和吸引 更多的反普人士联合起来 与此同时各方反对的人士也是开足了批评川普的马力 没话找话火上浇油 前不久川普在推特中 针对四位少数族裔女议员提出了一个建议 让她们回到祖国帮忙收拾残破不堪与犯罪猖獗的烂摊子 展示能力与才华之后再回来夸夸其谈 这四位女议员分别是非洲裔的马省众议员普瑞斯利 波多黎各裔的纽约州众议员扣蒂兹 巴勒斯坦裔的密西根州众议员特莱布 还有明尼苏达州的众议员欧马 这四个人是民主党中及左派的代表 他们总是在第一时间针对总统 几乎所有的政策看法以及表态 公开进行体无完肤的批评 是典型的反普派 那7月22号一早 川普就连发了12条推文 其中一条就是针对这四个人的问题 说这四人组是种族主义年轻的导弹鬼 川普推文中的这个Squad 有不少人给翻译成了四人帮 但是这个四人帮我们对华人来说 其实已经被赋予了特定的形象 还有特定的内涵 所以为了避免产生这个理解上的分歧 我们把它故意的给翻译成四人组 川普写道 女议员四人组是一群非常种族主义的 很年轻的导弹鬼 他们缺乏经验而且也不够聪明 他们正在推动曾经伟大的民主党 朝极左方向转 他们反对南部边境的人道主义援助 现在还正在反对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以及国土安全部这对我们国家来说太糟糕了 川普的推文像是一杆的捅在了马蜂窝上 很快也来了诸多批评 最主要当然就是来的民主党了 那种架势不免让外界就担心 面对这么强大的压力 川普能不能顶住呢 不过现在看川普的表现 外界多虑了 其实看川普的这个反应和他的推文 尤其是年轻的导弹鬼这个词 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在调侃他们一样 不是在进行什么政治斗争 大家知道有这样一个笑话了 就是唐僧摇摇头说 悟空你又调皮了 这里面完全没有中共统治阶层 内部斗争的那种真正的你死我活 什么残酷信息 年龄稍长的一些朋友应该还记得 毛泽东为了政治斗争 不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最后把刘少奇给整得是 长时间躺在担架上 不给他治疗 以至于让这个长期忍受 疼痛的刘少奇 把手里边那两个硬塑料品 给握遍了形 但是最后 仍然是用刘魏皇这个假名活化了 那我们再看近期的 薄熙来周永康政变失败后的境况 以及令计划儿子的那个惨死 都可以看出 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相当惨烈 我们就是抛开这个四人组思想理念上的正确与否 单从政治斗争这个角度来说 这四名美国众议院有色族裔的女议员 应该感到庆幸 为什么这么说呢 她们所面对的 是美国的总统 是川普总统 不是中南海和中共的那些领导人 那我们很难想象 假如说 这是在中共国 有这么四个人对国家领导人公然的唱反调 而且句句言辞激烈 招招是不利要害 还是年轻的女性 大家想想看 她们会有什么样的境遇 那我们回过头来接着说川普 她的推文随后就被一些媒体和民主党人士故意的断章取义 说川普是要让这个四人组滚回祖国 说他是排外的民族主义 一些崇尚政治正确的人士 完全不管川普是不是说了完了再回来 只要提及非裔的少数族裔 那就是大逆不道 就连上次被川普击败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 这个时候也是趁势 言辞激烈对川普进行抨击 换作别人 面对着这么强大这么广泛的批评 很可能要掩其息鼓 最起码要冷处理一下 可是川普他的字典里面 从来就没有什么知难而退这样的字眼 也不知道什么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川普给人的感觉就是越战越勇 为了国家利益绝不放弃 7月23号早上4点25分 这个时候其实很多人还在睡觉了 那勤奋的川普又连发了几个推文 推文中说呢 最新民意调查 只有11%赞成启动荒谬的弹劾听证会 川普说好吧 让我们来看看 我们拥有着历史上最好的经济 历史上最好的就业数字 历史上最高的就业率 历史上最高的股票市场 历史上最大的税收和监管削弱 历史上最好的和最新的军事力量 川普在这还特别指出 几乎是从他接管的时候 已经消耗殆尽的那个状态 完全重建了军队 然后川普接着说 还有史上最佳的 退伍军人通过选择权获得护理 还有更多更多 哇 让我们弹劾总统 四人组和其他民主党人 都因川普而患上了精神紊乱综合症 川普还特别说了一句 Cris 疯了 此外呢 川普对自己明年的这个竞选连任 非常有信心 他推文说 2016年的时候 我差点拿下明尼苏达 2020年 多亏了仇美反游的奥马尔这个议员 以及明尼苏达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年份 这个事实 我将赢得这个州 四人组说 我们会成为总统的噩梦 错 川普说 奥马尔和其他三个人才是美国的噩梦 除了对川普进行批评反普阵营 那最近又拿出了通俄门这个冷饭来进行吵 但是24号 前特别检察官穆勒 在众议院听证会上开场就说 说调查报告就是我的证词 他没有发现 川普团队和俄罗斯之间 在2016年大选期间有什么犯罪的阴谋 持续了两年多的这个通俄门调查 闹哄哄之后 仍然是毫无结果 不了了之 关于川普是不是有妨碍司法的嫌疑呢 民主党仍然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总统律师塞库洛他声明说 穆勒的听证证实 通俄门调查是由一族有政治偏见的人所主导 我们看到川普也对记者表示 经过这场听证 民主党以前是两手空空 如今更加一无所有 川普认为明年的大选 民主党会惨败 包括在国会的席次 福克斯新闻主播克里斯·华莱士 他也认为 穆勒的听证 对民主党和穆勒本人来说 都是场灾难 其实 负责通俄门调查的穆勒 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已经完成了通俄门调查报告 司法部在四月对外公布了删结的版本 川普多次谴责 穆勒的调查就是猎物行动 说白了就是政治迫害 政治构陷 美国福克斯新闻电视女主播 翠西·里根 他在推文中说 我完整的阅读了整个穆勒报告 你知道我在阅读第一卷和第二卷后 得出的结论吗 那里什么都没有 啥都没有 翠西说 我们完全浪费了每个人的时间 和纳税人的钱 这个翠西·里根 大家应该清楚了 就是前不久 美中女主播跨洋对话当中的那一位 川普在22号早晨 5点53分也对这个发了推文 虚伪的国会中的民主党人 除了在这荒唐的政治构陷上浪费时间 什么实事都没做 穆勒的报告结果就是 没有通俄 没有妨碍司法 人们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所有希拉里的人都能获得豁免 为什么斯特佐克和他的情人佩吉之间的短信 被删除和销毁 就在他们刚刚离开穆勒之后 就在我们质疑他们是非法之后 被删除了 川普提到的这两个人 分别是联邦调查局的最高反恐官员 还有资深特工 他们被指控 在通俄门调查期间 有情人关系的这两个人 并没有保持公正的态度 在相互的短信当中进行了反川普的偏见评论 但是这些完全可以证明 针对川普的调查属于偏见构陷的通讯记录证据 之后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这个事遭到了川普和共和纳多次质疑 2016年总统大选前 大家知道针对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服务器案件 斯特佐克那个时候是联邦调查局 电邮门调查团队的首席调查员 不过呢 对电邮门的调查是草草收场 并没有对希拉里进行起诉 这也是被川普多次质疑的问题 我们再来回头看看川普23号的推文 应该可以想象川普那个时候的心情 在自己主持的经济发展工作 边境墙工作 改变不公平贸易等等 所有各个方面都在不断迎难而上的时候 并且又取得了显著成绩的时候 还得不断的去面对那些遭到弹劾的批评 或者是各种干扰的声浪等等等等 心情可想而知 我们将心比心 无论是川粉还是反扑人士 如果自己所做的那个工作成绩匪然 或者是自己唱的歌啊 跳的舞啊 写的文章啊 或者说是做的饭菜等等 不断的遭到各方显然是不公正的批评指责的时候 大家会是什么感受 什么心情 相信有很多人会在被打击之后 很难就再坚持下去 但是川普 这位被一些川粉昵称为是传奇老头的美国总统 面对着这个如潮的指责 仍然坚持自己的理念 用风轻云淡的心态说了一句 Crazy 真心为美国和美国人民服务 并不是空谈政治家的川普 遭遇到了这么大的干扰和压力 他自己能够坦然面对 但是川粉却为他鸣不平 有网友在留言中质问那些左派 高举美国国旗 你惹怒左派 高喊美国美国你惹怒左派 歌颂美国建国之父 你惹怒左派 强调美国宪法你惹怒左派 推崇西方文明你惹怒左派 说向美国致敬你又惹怒左派 总而言之 只要热爱美国 你就是左派的敌人 左派 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对这个问题 其实很多人 尤其是华人 都能够有很高深的见解 正如《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这个书里面所说 共产魔鬼界人间的代理人 在败坏着西方社会 而信神的川普 则在否定共产思潮 清理那些负面的因素 回归传统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 alk defic亭 关注新闻看这里 十六次 第二件事 Mississippi